东校西班族 掌声外滩 265支排球队伍接续进入场内 个个都是来找逐第41届排球有幸杯的冠军宝座 我们今天的亮点就是 老中青 少 共享 台坛 世代同堂 同在一起PK 全国排球比赛规模最大的盛会 市长胡志强还有市长参选人林佳龙 都不约儿童出席 而双方也很有风度握手致意 而算主办大会还可以将两人的座位分开 在开幕典礼上并没有互动机会 不过针对市府日前提出的深海环线 遭到中央退回 两位市长候选人进隔空交火大谈证件 圈内部在请外部行为 凝固上才能提计划出去中央 中央觉得要补健 我们就补健嘛 在追求我们的健康 我们要打回票 这不盖了吗 留人这样讲吗 山海环线就是我十年前提出来的 大台东三首线 那这个构想是很可行的 那我也争取到交通部支持啊 拨了这一个研究的经费给市政府 结果市政府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送上去的报告竟然被打回票 我觉得相当的遗憾 不想起飞 应邀出席的政治人物 在点词上意外擦出火花 也成了开幕的插曲 永信杯排球赛从25号起 连续四天会在大甲铁针山 盛大举行 竞争相当激烈 民族可以把握机会 欣赏精彩赛事 旧王宣宣台中采访不到